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 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营 哈瑟格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 东南亚正在实施建设高速铁路 而中欧班列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 在肯尼亚被称为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 累计为当地创造了将近五万个工作岗位 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 所以这些事实说明 一带一路绝不是什么债务的陷阱 而是惠民的馅饼 绝不是什么地缘政治工具 而是共同发展的机遇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了各国的发展进程 改善了沿线的民生的需求 也开辟了互利共赢的前景 当然任何牺牲事务的发展 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欢迎各方在积极参与的同时 随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真正把共商共建和共享落到实处 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共建一带一路 一定会使古老的丝绸之路 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盛进 同时为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通体 来注入强劲的动力 谢谢